歡迎大家收看《天遇財經特約》 踢爆華爾街 我是孫柏文 這幾天我自己都不斷留意中國大陸和美國的周旋 因為始終對於我唯一持有的人民幣沽倉 我是拋空了離岸人民幣 而就算借離岸人民幣回來拋空的息率很高也好 我正在賺錢的 當然了拋空了很久 今天有什麼更新? 我發現這場驚劇大戰美國真人秀 兩邊都是徵賺的演員 我作為一個小小香港的財經演員 我坐在觀眾席買一包花生看著他們大鬥發 當然首先有特朗普出拳 特朗普又接了蔡英文電話 兼夾突然間上電視說 我為什麼要有一個中國政策呢? 我知道是什麼 但Kiri做什麼呢? 中央突然透過他們的官方喉舌說 傳聞會向一間美國的汽車公司開刀 說要收關稅 升收關稅 現在問題是這個 很多人就 我看到福布斯也好 維加日報也好 路透社也好 說這個是一個 某一戰 某一戰的開拋 某一戰開拋 現在突然特朗普不斷吵人民幣 然後大陸就反擊 說我要制裁你的汽車公司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新聞社中央投薩報道完之後 說將會有一間未說名的美國汽車公司 受到受罰 說它違法反壟斷的條例 路透社就去問有幾間 只剩下兩間 只剩下福特和GM 通用汽車和福特 街市欄也買了避憲債利人 就去問他兩間 他說沒有啊 未收到東西啊 今年大陸賣車不錯 大家看到前陣子的汽車股 應該是 那些汽車股 沒有消息啊 特朗普和 我為何叫這個 驚劇大戰這個 美國真人秀呢 歸根究竟兩邊都是在演戲 究竟是否開拓 哎呀不要搞了 不過兩邊都要靠走 兩邊都在耍花槍 肯定是 那麼 撒花槍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有很多驚嚇的場面 這樣才是好看的 是不是 有驚無謙 這樣才是好看的 所以 現在 我覺得 今次這個環拖 有很多外國傳媒都說 又來了 他們有戰爭 哎呀沒有什麼戰爭 中央政府一定要訊號給特朗普 我們不是很欺負 特朗普又訊號給他們 所以我們不是很欺負 那兩邊就坐在一起 聊聊聊天 聊聊天 除非真的想開拖 那又怎會想開拖 特朗普想有意的事情 中央其實欺負了美國人 都很久了 也不用說 那個iPhone 6抄襲 深圳某公司設計 我簡直覺得 嘩 當然 在幾天前 蘋果入品 北京就叫他們 他們說 神經病 你真的覺得我抄襲 我相信 之前北京法庭 都已經判了 蘋果敗訴 我又在想 我不知道法庭 會怎麼再判法 不過我心想 你真的覺得 還是奧巴馬抓狀 還是奧巴馬抓狀 蘋果本身 他跟特朗普不適合 不過你知道 美國利益行先 你說真的 什麼都可以說 所以 如果你說 汽車底製會發生 可能會發生 問題再問 究竟特朗普 會否害怕 我知道 填鴨式人士的數據 填鴨式教育 特別是外交專家 我經常把外交專家出來笑 因為他們太判斷了 那些專家 今年2016年是不理專家 因為他們都錯了 專家的看法是錯的 你看看通用汽車和福特 他們在美國的政治力量很大 問題就是 他們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工人 工人造的車 是去哪裏 是去大陸 美國工人造的福特和GM 是去大陸 你自己想 哪裏是 那你還要再說 你看看 GM和福特 都有很大的銷售額 你看看他們賣的車 你說的價次 就是說多少輛車 你看 GM在大陸賣的車 數量比美國更多 多重要 那說真的 如果你是股東 你看營業額更重要 還是外國人說 top line就是營業額 你看一個收入表 第一條行 第一行永遠都是 那果然做好東西才生意 那這叫top line 那 英文屬語叫bottom line What's the bottom line 那些人經常問 What's the bottom line 其實怎樣來呢 因為在會計制度裏面 你那個收入表裏面 最後那一行 bottom line 就是賺多少錢 那如果你是說 那你用通用汽車 通用汽車 如果他在大陸賣最多價次的話 他是成為最重要市場 那應該賺最多錢 其實看通用汽車本身的年度 奇怪地 是不說在大陸賺多少錢 為甚麼呢 噢 不如這樣吧 不過他有說到 究竟在國際某些區域賺多少錢 而中國是包含了亞洲區的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測試 這個測試就是2014-2015年的盈利 在不同區域的 一枝獨秀 北美洲 其基本上GM只有北美洲賺錢 其他地方不是說不賺 包括中國之內的國際地區 他都有賺十幾億美金 不過你在北美賺百億 剩一百億 一百億 你知道明不明白嗎 所以你說抵制他 那我作為特朗普 特朗普不是一個在哈佛讀法 出來做社區幹事 你想想一個在HKU讀法 一畢業出來做社區幹事 之後選區議會 之後選立法會 之後選特首的人 這些無關 特朗普不是特朗普 是一個地產發展商 你跟我說 你搞我GM和福特 你拿GM和福特的數目給我看看 一看 哎呀 如果GM不拆大陸的數目 可能是因為他基本上 在大陸沒有錢賺的話 那你就抵制他 那你就抵制他 你GM請了工人 在大陸 那你就試試 特朗普就叫GM 我GM受過美國聯邦政府的拯救 好嗎 我不知道他 他董事局裡面有多少 當時政府的拯救 那你就下單 停產 那些工人放假 都嚇到你 習近平跪在那裡 這麼多萬工人 對不對 GM在大陸做這麼多車 對 你就給其他人做 急美可以做 香港股評人 如果發生什麼事 香港股評人 有你帶到其他公司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如果我們習近平 有請這麼多工人的公司 突然說停產 他的供應商 你猜誰比較害怕 所以現在這一場戲 挺有趣 我覺得特朗普 現在是去到一個 我也是挺登風草的境界 因為如果中央 華人拖的唯一方法 就是恐嚇 要向美國 不可能是唯一 這個是第一炮 嚇嚇美國的氣氛公司 大哥 特朗普已經揭了你底牌 你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台灣 和一個中國 揭出來了 嘩 你終於腳軟 所以 我不知道究竟 這個遊戲 繼續跑下去 會是怎樣 我覺得是挺有趣 不過大家看到 一路這一刻 來來去去 這個星期 人民幣非常平穩 人民幣甚至少少升值 所以 其實這個 我覺得 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一場戲 對人民幣本身 還未有影響 所以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原來這個風格 就是嚇你 那些專家 和輿論 大反應 不過市場 看透過那些人 就覺得 買下花生看戲 比做任何的部署 今集是由天如財經 SKY FINANCE 獨家呈現 想知道明天有什麼 料飽 繼續留意 Stay tuned 多謝大家收看